在我小的时候 提起林肯都是在电影里面 打开车门支出一只考旧的皮鞋 似乎通常下来的不是美国总统 那他就是教父 我也查了一下 最近的几十年 林肯其实伺候了不少美国总统 老布什 里根 包括当年跟马利亚曼雾又狗又狗狗的 那个凯迪迪也是在林肯里面被刺杀的 如果说凯拉克代表了美西花花艺的那一面 那么林肯也许就是衣冠楚楚的优雅 当然了 还有昂贵 不过呀 现在是什么光景朋友们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于是乎 林肯也终于有了第一辆国产车型 就是这辆林肯冒险家 其实啊 林肯对于SUV的命名很有意思 你听一下 冒险家 航海家 飞行家 那端的是三军用命是要占领市场 不过呀 对于占领这件事 凯撒大帝有话说 他曾经说过 怎么能够占领世界呢 I come I see I made in China 说起冒险家的外观呀 你忘记网上那些浮夸的词枣 我觉得可以用两字来形容 就是敦式 他整体的风格 说实话 冒险家一点也不冒险 跟他几个兄弟讲得非常的相似 包括这种全车大量的镀铬材料的应用 整个车的阳光下显得非常的光彩夺目 你比如说 这个镀铬的中网 让你很容易想起中世纪的锁子甲 旁边是全系标配的LED大灯 下面是一条转向灯 这个转向灯可以让你在转向的时候 更加的明显 那我们走在车身的侧面看一看 对吧 家族式的一脉相承的侧面的名牌 然后呢 再走 你可以看到林肯家族的传统异能 密码锁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每一个你在林肯上面建造的习以为常 也许都是连续的奇迹 车身轴距2711毫米 在这个级别呀 有这个长度的基本上没有几个 那进到车里面呀 我第一感觉就是 这档车用料是真的下本了 美系的豪华品牌 一直是不吝惜自己的用料的 比如说像缝线 针皮 实木材质 你都可以看见 你扪心自问一下 在这个价位 这个级别 你多久没有见到过实木的装饰了 那另外呀 在中控区域 整体的采用这种钢琴烤漆的材质 上面呢 配合这种镀铬的试条 让整车内饰显得不是那么的沉温 我呢 说几个我印象比较深的点啊 首先一进来 肯定大家都会被这个12.8寸的大平银所吸引 其实啊 大屏这个事并不少见 包括很多厂商 那把屏幕做成了巨屏 哎呦 这么长的 那可是我觉得哈 有这么大屏幕情况下 还做这么多物理人件 就非常少见了 你看那些厂商 把什么空调调节 音量调节 作业通风 全集中在这个触摸屏幕里面 哎呦 那可真是操 那菜单 一层套一层 一层套一层 你就是装在套子里的人 可是你看 冒险家 你想调温度 这里可以调节 音量调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风量 手都会直接够倒啊 别的不说 它省脑子呀 第二呢 这条座椅 基本上你身子骨挨得着的地方 它都能调节 比如说前后上下 还有可以左右分别调节的腿托 这么说吧 不管你以什么姿势开 它都能满足你 另外呢 它顶背车型还有座椅按摩的钮 对 就是这个按键 按下去 给你的背部和臀部 以这个完美的享受 第三呢 是隔音 静谧啊 一直是摩坏家 一直宣传的点 那全系标配的是 前排的双层隔音玻璃 在高配上面呢 是全车的隔音玻璃 不得不说呀 隔音效果是非常的好 比如我现在坐在这边 我基本上听不到前面反动机的声音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 你在外面工作了一天 加完包 回家 把车停好 坐在这个 座椅上 打开座椅按摩 思考一下一天的生活 哎呀 来这里 报告降低一下 我要做个海报 希望你美好的生活 如约而至 那抒情结束哈 我来聊聊 我觉得有缺陷的点 首先就是这个 1280吋的屏幕啊 确实视觉震撼效果非常强 但是呢 比较UI啊 适配的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 你可以感受到 它有的时候它不跟手 而且比如说 你快速的操作 同时按两下 它有的时候跟不上 就会卡在那 但我觉得啊 这就是小问题 后期可以进行改进 可以升级 另外呢 就是这个按键的换挡 我觉得啊 它有好有坏 好的地方呢 是首先显得很像档次 而且可以腾出储物空间 比如说下面这里 但是呢 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不好忙操作 我跟你们试喊一个情景哈 如果你要停进一个车位里面 位置比较小 你要进行大量的 比如前进 转轮 倒车 前进 倒车 这个时候 你就不好忙操作 比如说键盘啊 它有JK两个键可以定位 但是这四个键 基本上完全一样 除非 你这么倒车 你把Rock 给我Rock you 问题是 你敢吗 那下面呢 我们把这辆车开箱跟大家说一下 冒险家呢 秉承着美系好品牌一向的厚道 全系2.0T加8AT 最大功率180千万 最大扭矩399米 让你忘记了 花30多万 对吧 买个三缸 或者是排量 买完了之后 不足两个手之后的尴尬 爽 就一个字 那整体的动力输出呢 非常的干脆 比如你在起步的时候啊 你听说运动模式 你感觉整个车是窜出去的 感觉非常好 整体就是动力完全OK啊 扎实而且浑厚 不过呢 这个8AT我觉得上有一些优化的空间 就是在低速的时候啊 例如有一些顿挫感 冒险家呢 整体的悬挂啊 看起来偏软 就是那种 哎 软乎乎的感觉 你怎么说呢 对于这种地面的滤震啊 效果非常好 包括你过坑坑坑的时候 你会感觉 哎 就那么飘过去了 对于一些佛系家者来说 这简直就是享受 不过呀 你看它动力是2.0T的 可是配上一些比较偏软的车身 比如说你要变道 或者是拐弯的时候 你感觉有点呼呼呦呦的 就可能是你刚才那个 进舞传的劲还没有过 你知道吧 就不如跳舞啊 那这个最后呢 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现在这个隔音的感觉啊 我现在呢是47 哎 我可以开到50 大家听一下这个 这个速御下的声音 车内非常的安静 那如果我们加速 稍微速度再快一些 我们到70 依然觉得车内 是非常的安静的 所以我觉得 它的领平性 确实是统级领先水平 最后啊 我们做个总结吧 孟加的售价在 24.68万元 到34.58万元之间 在这个价格下 它的产品力 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向上可以打BBA 向下可以跟一些 合资品牌的紧头型SUV顶配 或者中型SUV一较高下 虽然名为冒险家 但实际上它不慌 非常的稳 在6月份的时候 销量也突破了3000台 怎么说呢 林肯这次真的是 把中国消费者 琢磨得套套的 对此 我愿称它为 美系好品牌 懂王 好了 这就是本集 耳机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